寶可夢中心自動在臺北展店之後 就年平日也有很多人 但是他們最近就爭出了主管職的職缺 不只要具備日文能力 還有三年以上的工作相關經驗 但是開出來的薪水卻只有三萬四千四百元 在人力銀行張貼廣告的網友發現 寶可夢中心的門市主管需要管理13個人左右 要具備日文聽說讀寫中等 還有三年以上相關經驗 臺灣主管面試完CEO還要再面試 其心開三萬四千四百元 讓網友直呼雖然是日商 但薪水很在地 還不如加入火箭隊 那太少了 香港人基本上現在都大概兩萬 可以啊 如果那個人就講日語 平時也沒什麼工作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大概三萬八左右 你已經工作三年了 然後還是三萬四的話就有點低 就年新鮮人都覺得有點少 資深HR也提到 條件需要比較嚴格 三萬出頭的薪資恐怕不夠誘人 主管經驗比較豐富 加上這種外語能力 以及這個匯圖軟體能力的話 可能到日商公司 我認為其實要求五萬塊的這個月薪 其實是不為過的 比較看看同樣身為日商公司 UNIQLO需要英文能力主管經常性薪資四萬以上 唐吉賀德收銀主管三萬七千起 無印良品需要日文的主管經常性薪資也是四萬以上 而比較台灣三萬四千也約等於社會新鮮人的平均起薪 他要掌握除了說翻譯的工作以外 而且要幫忙管理一些經營上的一些數字 所以賦予他的一個薪資 當然比你剛才講的那些有高出很多 雖然各個企業需要的特質不同 個人能夠接受就能上工